亚洲美食节的重头戏 还有中国五大菜系的名厨顶尖对决 来自不同国家的12名选手摩拳擦掌 我们带你来看到他们赛前选购食材的情况 决赛将于明天6月27号在时代广场敲响铜锣 12位入选的选手也是各个摩拳擦掌准备一决胜负 今天他们专门到法拉盛的中国超市来选购食材 新鲜的食材也是取胜的关键之一 一起去看看他们都买了些什么 明天比赛的菜其实是遭流鱼片 新鲜的鱼 从这个驱头 驱鳞 驱骨 驱皮 到上章在这出菜 这个一定要一条容的 我今天主要是两个菜 一个是花柳里脊丝 另一个是尖椒干豆腐 花柳里脊丝呢 选了肉 选了冬笋 选了黄瓜 选了胡萝卜 明天主要是做大煮干丝和松仁鱼米 就是针对的两个菜选的菜 虎腿 然后还有虾仁 冬笋 冬菇 豆苗 还有鱼 松仁 青红椒 入围决赛的选手有第二次来参赛的 也有第一次到纽约来 他们希望让更多的美国民众了解真正的中华美食 我上一年来过一次 能来到这里参加比赛 也是我们的一种荣耀吧 对啊 第一次来参加大赛 主要这次参赛呢 主要是弘扬中国的饮食文化 选手们选购食材的工作 一切准备就绪 总决赛将于明天中午12点 在世代广场正式开始 之后还将举行颁奖典礼 新唐人记者江梅奥利佛 纽约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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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